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在香港战争事件一炮而红的FireChat也备受关注 这些软体您有用过吗 在争当中又有哪些商机是您所不知道的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都会一一讨论 首先介绍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3C达人廖哲辉 阿辉 大家好 我是阿辉 第二位是互动资通创办人暨总经理郭承祥 创办人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香港战争行动让通讯软体FireChat一系爆红 主要是因为它不需要上网 就可以跟周围的人用手机及时通讯 所以又被称为战中神器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战中时期 一个晚上的下载量超过10万 打败了许多通讯软体 而面对FireChat来势汹汹 拥有广大使用者的Line 以及WeChat的知名通讯软体 又有哪些新功能可以应战呢 来看这则报道 9月28号香港爆发战中行动 人潮众多 一片混乱 这样的环境下通讯上网变得困难 但是战中现场还是看到大家低着头 用手机交换资讯 他们用的即时通讯软体叫FireChat 不需要网路 透过蓝牙 就可以和方圆70公尺内的用户通讯 也就是说 就算政府为了控制情况 切断了通讯网路 战中民众还是可以相互联系 FireChat的使用者越多通讯范围就更广大 这次战中行动让FireChat一夜爆红 单日创下超过十万次下载量 以及高达三万三千人 同时使用FireChat的记录 更冲到香港区免费榜的第一名 不过知名即时通讯软体也有新招 用即时通讯骂错人 最惨的是骂到老板 除了紧张冒汗回不当初 其实你可以放轻松按下回收键 WeChat最新推出回收功能 两分钟以内都能把讯息回收 LINE讯息一来偷偷摸摸 讲秘密又怕被别人看到 很简单只要开启现实聊天功能 最快两秒内聊天内容就会自动消失 它在一定的时间之后 会整个对话完全的消失 是非常好的 LINE现在它可以在电脑上面直接做登录 是有一个完整的电脑版本的 那也是身边最多人使用LINE的一个原因之一 我现在最常用的就是LINE跟WeChat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其实还是台湾身边的朋友 最常用的两个APP 不过强势战略 LINE跟WeChat还有一大劲敌 就是被脸书收购的WhatsApp 在今年8月用户数突破6亿 现在更传出Google也计划 明年要推出免费即时通讯软体 科技大厂新创企业纷纷开发通讯软体 即时通讯市场进入战国时代 有点TV专家王嘉宏综合报道 那我请教阿辉 所谓的FireChat这样的一个通讯软体 它的特性跟一般的不管是LINE 不管是WeChat这一些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我可以跟陌生人聊天吗 还是怎么样呢 它其实针对近距离 它是利用蓝牙还有WiFi点对点技术 就是它不是透过Internet 它是透过我现在可能10公尺 20公尺内的人 两个人之间就是手机跟手机的连接 但重点是 今天如果用人员越多 像我刚刚讲两个人 那今天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 那今天当现场如果有上百人 跟数万人的时候 它的扩展会越来越大 所以它非常适合在 例如像特殊应用情况 例如像说 像刚刚说的站中的情况 或是之前学院的情况 那个情况下人太多 一般的通讯员你根本不会痛 的情况 它反而在这个情况下是最损伤的 就是刚才新闻中有提到了 一个晚上下载量10万 比真的是很惊人吗 创办人就你观察 发现的有没有它的 它的吸引力 它的竞争力 它有没有办法改变 目前的通讯软体版图呢 那从我的角度来观察呢 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多的一个 商务模式的一个亮点 才能够真的 把这样的一个工具呢 推到一个啊 有除了有创新之外 还真的能够运作出新的商业模式啊 那听起来可能发觉本身 暂时商业模式的部分是比较欠缺的 是因为有下载量不代表它是一个 Active的一个是什么 的User 可能战争中结束了 那这样一个软体也躺在手机里面 我们想这样子就很难串起一个 商业模式啊 可能等到下一次它再出现 再使用到它的时间可能不知道是 就是合年合月合时的这样的状态了 那其实我们这边手边有一个统计资料 就是目前市面上的使用率 通讯软件的月使用率人数 全球的部分呢 其实第一名是WhatsApp 有6亿人使用 第二名是LINE有4.9亿 第三名是WeChat有4.38亿 这样子的一个排名方式呢 其实在台湾并不是照着这样子走的 在台湾呢 根据资测会2014年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第一名的话是LINE 有66.6% 第二名是脸书有48% 第三名是脸书的即时通 有35% 第四名是WhatsApp有27.6% 第五名是WeChat有23%左右 这五大通讯软体 其实算是市面上 台湾最常使用到的部分了嘛 然后大家要请教阿辉 你觉得这五个通讯软体 各有什么特色 有哪些事情你觉得真的很棒 会吸引你继续去使用的 其实经历上我觉得各有不同啦 像我自己其实在比较偏工作来讲 其实我用FacebookMessage 其实比例甚至比较高 因为他讯息永远存在网络上面 你并不需要做像机器转换 例如像假设LINE你要换手机的话 那我自己手机常常换 那这样资料转移上其实就会比较困扰 但是LINE的话则是他的 我觉得他使用广度最高 包括从非常早期的 他们的行销面来讲 甚至贴图 你不要说甚至不要说LINE 大家大家说只要网路上说熊大跟兔兔都知道是自来通讯软体代表人物 这是很少见可以做出像类似这样子 Brain跟明星的 甚至做出类似卡通的这样的角色 那可以看到他是贴图 然后像这两年甚至才 然后再跨展到游戏的整合 他们谈非常非常多 包括台湾 日本 韩国的游戏厂商做异业的合作 这是过去的传统的通讯软体 例如像Facebook Message也好 或者是WhatsApp来讲也好是比较少的 那WeChat的话就很明显 他其实是中国部分的用户最多 甚至说真的你如果说跟中国朋友在联络 一定是装WeChat 那他部分其实他城市部分我倒觉得做得蛮强的 尤其在跟在地账号在地商家整个部分 是做比较强的一点 目前市面上的这些软体 哪一些功能新推出的功能 你觉得是真的还蛮不错还蛮贴心的 其实我们会发觉到说 即使通讯软体会随着我们使用的情境 不断的去演进 像我们的客户之一也提出一个概念 像你可能下来巴还在那边传讯息 其实对工作人员是非常的辛苦的 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概念 那就是老板为什么会想传讯息呢 因为就是怕忘记嘛 所以当下就想要把讯息传递到他想传递的对象 那就我们系统的概念里面 我们就去设计了一个所谓的预约式的一个沟通 也许你现在可以记录 但是你指定在什么时间 我们才把这个讯息传给什么样的人 在对的时间对的人 把对的讯息丢给他 这样的沟通效率会是更高 所以我相信未来的极致通讯软体 它的功能会越来越推陈初心 原因就是大家已经慢慢去抓到了使用情境不同 那也有不同的极致的一个设计 所以预约式的沟通 我相信也是未来一个主流 那是不是有需要客制化才可以达到这个功能 还是未来说我看我使用Line 我使用WeChat 我使用这一些软体也都可以这样子使用 我相信这个慢慢都会是大家都趋于这个相近的一个概念 因为毕竟就是工具还是始终来自于使用的一个特性 那如果使用的特性的需求非常的强烈 那它第一的时间一定会被发展出来 我想这是在商务模式上面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已经早期已经有在使用通讯软体的民众 应该都很清楚 相信两位也是一定很清楚了 早期最红的通讯软体 即时通一定就是WhatsApp 为什么后来它会输给Line 会输给即时通这些呢 是因为它开始要收钱吗 嗯 事实上我们的了解WhatsApp在全球的市场 还是站在第一名 对 那不过呢 在针对台湾的市场 Line是比WhatsApp还要更用心 包括了就是说WhatsApp在早期 事实上在它的iOS 下载还是需要费用 那Line一开始完全是免费的一个方式 同时提供了它的一个贴图 提供了它不一样的一个商务模式 让大家愿意 特别是台湾的这个社会 不管是哈韩哈日啊 其实在过往这一段时间呢 大家对这新奇的东西呢 往往都有很强的一个吸引力 那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推波助澜呢 就让这个整个社群网路的陷入成本呢 是有机会提高的 也就是说当你的朋友都装了 那这个是会有加成效益的一个 下载的一个速度 除了要收费之外 有没有可能因为WhatsApp的功能 真的是太阳 所以它单纯就只是传输讯息 所以它的市占率节节下降呢 阿辉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 我觉得非常非常大的可能啊 因为一开始大家装WhatsApp的时候 我今天可以取代简讯 不用费用嘛 甚至有语音功能 那但是今天发 大家发现有第二套软体 在Line开始被讨论的时候 大家先一开始做啊 怎么我今天WhatsApp不移除 那我装了Line之后 我开始我朋友 尤其是年轻族群 我开始用贴图嘛 然后大量贴图 甚至我今天有时候不用打字 像说我心情不好 我传一个 雄大酷酷的图片给朋友 甚至有时候是男生女生传啊 就比较暧昧一点也好 那这部分就慢慢 就慢慢推移 我今天本来有装WhatsApp 我有装Line 然后开始 我今天朋友先用Line了 然后连工作的伙伴也开始用Line了 那慢慢来讲 我今天有一天发现 WhatsApp好久没有开了 我就把它移除 那其实这个来讲 在功能面 或是说今天一些 比较新奇的 新奇特点 尤其是我们说加持服务 额外的功能部分 其实WhatsApp的确是比较 它比较 我这样讲就是它比较保守 那功能来讲 更不用说近年 还有一些像说 所谓官方账号 跟企业整合部分 像我可以提供一个数据很夸张 最近Line有在做在地商家的职业盒 就是商家可以申请他们的 叫做Line的账号 他有一个朋友做Line的 做手机维修 他一天就募集了1万个user加入 他的吸引力在哪里 为什么会那么多user可以加入 其实快速要有传播的效益 因为Line外边使用者实在太多 包括像说你这边做的 所谓企业贴图 甚至企业官方账号 我刚讲的还是商家 商家是小规模 1万是非常小 那如果以 例如像说最常见的一些 市场市场上有超商 或者是传统厂商 他们有在做所谓官方账号 砸非常非常多的钱 那个贴图并不是一般人想象 你要上架 我们每一个下载的免费贴图 像企业 例如像大同宝宝 他上架要上数十万 上升上百万的费用 那企业 但是企业就是看在说 那有这么多用户数 他可能五百万六百万订阅数 那有这样子的商业考量 就会投入这样子做 看中了这个市场 所以愿意投入这个资金 但是民众可能就 就民众的观点 可能会觉得说 这么多的通讯软体 我真的每一种都要装吗 我应该要怎么选呢 其实最简单还是看你朋友 到底用哪一套啦 那我老实说 像我的情况 每一套都要装 真的没办法避开 那这点好处是 最简单的方式 我才觉得因为如果是免费的话 你就先安装 那你运行一个月左右 发现这个软体 好像一个月从来没打开过 也没有人跟你在用这个沟通 那你可以 真的可以把它卸除 再把它移除掉了 那当然这个手机有空间有限啦 那最简单的还是调像 我们刚刚图表上这四个 大概这四个通讯软体 大概是少不了了 目前来台湾情况来说的话 是那创办人你觉得 我真的要装人体 我要装哪个 可能会是比较适合 哪些装法是比较聪明的 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嘛 这个你使用什么样的一个软体呢 完全其实不是你能够被动的一个 我们只能被动的一个采用 被动接受了 被动的接受 因为你的朋友 你的族群 可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那我们就会去下载嘛 或去使用嘛 那当然未来呢 我们看的趋势就是说 你怎么样把这样子的 这个即时通讯系统呢 能够有机会去主动采用 那可能是在不同的沟通情境 我觉得这个将来的 下一里的即时通讯软体的发展呢 一定会走向这样一个趋势 那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以LINE来讲呢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下载量 那因此呢 只要是这个应用是 必须要有广大下载量需求的 比如说宣传 比如说行销 那么它就很适合 在LINE的一个平台 这样子来作用 但对民众而言 或对我们的一般的 日常的一个沟通而言呢 其实因为现在手机呢 效能越来越高 其实它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说你装了这一支 就不能装了那一支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大 反而是你喜不喜欢 或喜不习惯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去 去应用去使用 因为毕竟 不管是LINE 不管WhatsApp 它都有它的特性 有它的强项 那 反而LINE会有一个状况 我们发觉到就是说 你的LINE未读的讯息呢 我个人可能超过几百封 那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 当你一个平台 我不认为它有机会包山包海 因为讯息量实在太大 那未来怎么样把关键的讯息 跟一般一般例行性的讯息 可以去切割 可以去做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 一个转换 我觉得这很有机会 会去被发展出来 对使用者更体贴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对更体贴 对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休息一下了 不让外国业者独顶风骚 台湾其实也是开发的通讯软体 有哪些特色优点呢 下段节目回来带你了解